上了岸魏无羡领着一行人赶往了莲花屋,等到最终安置下来,已经是快要天亮了。 给熟睡的小蓝旺姬噎了噎被子后,魏无羡决定抱着小蓝旺姬睡上一晚,也不是不担心小蓝旺姬早上起来会不会恼羞成怒,只是觉得留下来会更好玩。 再说了,就算不说易受,光凭自己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说服江城,就很值得奖励。 安抚完自己,魏无羡轻手轻脚地在不惊动小蓝旺姬的前提下努力将自己塞进被子里。 当小蓝旺姬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来气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躺在身边睡得很香的魏无羡。 小蓝旺姬觉得很新鲜时因为魏无羡平时在她的面前都是一副吊锒铛杂杂呼呼的样子,这么安安静静的时候倒是少见,不过魏哥哥长得真好看。 小蓝旺姬如是想着,警觉地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时候魏无羡其实已经醒了, 只是想明白了自己昨晚上了谁的床后决定看看小蓝旺姬到底准备做些什么,一定是要亲一口自己。 画本里都是这么写的。 魏哥哥,你睫毛能不抖了吗? 小蓝旺姬还没有什么动作的时候就注意到身边人抖动得厉害的睫毛。 我,抖了吗? 魏无羡一动不动,企图装死混过去。 很明显,对于这种都已经开口说话还想要蒙混过关的行为,小蓝旺姬也觉得很神奇。 好吧。 魏无羡别着嘴,张开眼睛侧过头去看小蓝旺姬,蓝战你都不配合我。 小蓝旺姬想了想,那你重新闭上。 魏无羡瞬间瞪大了眼睛,她压根没考虑过小蓝旺姬会同意做这种事情。 想明白后,立马乖乖一脸期待闭上了眼睛正幻想的时候, 感觉到旁边的被子被掀开了,小蓝旺姬站了起来,刚想睁开眼睛看看怎么了。 腰就被轻轻踹了一下,并且同时听到了质问,你为什么在我床上? 魏无羡慢吞吞坐了起来,满脸控诉地看着小蓝旺姬,蓝战你犯规。 我犯规了吗? 小蓝旺姬刚刚睡醒的脑子并不昏沉,才没有。 哎呀哎呀,我不行了。 魏无羡瞬时摊回了床上,有气无力道,我要难过死了。 犹豫后还是蹲下来的小蓝旺姬鼓着嘴,你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蓝战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 闭着眼装作很伤心的样子,我带你出来玩,你睡的还是我的房间, 难懂我们还不能一起睡觉吗? 我太伤心了,要蓝战亲亲才能好。 魏无羡你要点脸吧,在屋外都能听见你在说些什么。 路过想要去处理内务的江城一大清早就觉得自己被魏无羡扰了心情,快点起来。 等到江城终于走后,小蓝旺姬赶在魏无羡之前开了口,魏哥哥你还是先起来吧。 死江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魏无羡心里戳着小人,也不妨碍张嘴说话,那你亲不亲。 小蓝旺姬自己下了床,找了个小角落,穿完衣服,回来发现魏无羡还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你不起来吗? 不起,你不亲我我不起。 死赖在床上并不准备更换条件的魏无羡一脸严肃。 抱着大人的衣物,也并不吃力的小蓝旺姬将衣服放在了床边,和魏无羡面面相对盯了一会后,率先移开了视线。 好吧好吧,起。 看着快速推门出去的小蓝旺姬,魏无羡手无意识地摸上了脸颊。 蓝战刚刚是在亲我吗? 后知后觉的魏无羡终于反应过来,力索地套上了衣服,想要冲出去抓人。 就听见门外有个小小懦懦的声音,你快点,我饿了胃哥哥。 等到两人到了厨房时才发现时间早就过了莲花物日常供应早饭的点了。 魏无羡牵着小蓝旺姬一大衣小两个人对着厨房的大门面面相去, 蓝战啊,那什么,我们出去吃吧。 好,即使饿着小蓝旺姬也不吵不闹,一带名士的风骨正在不知道的地方建成。 抛下蓝丝锥和蓝锦仪,魏无羡带着小蓝旺姬溜出了莲花物的大门, 只是一路上的鬼鬼祟祟让小蓝旺姬很适不适应, 魏哥哥,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没有啊。 想着不用被抓去处理事物的魏无羡明显心情很好, 蓝战你早上想吃点什么。 没等小蓝旺姬说出个一二三四来,魏无羡便迫不及待到, 要不吃龙包子吧,再配上豆腐杂烩,真是好久都没这么吃了。 一脸怀念的同时还不忘咽了口口水, 然后蹲下来眼巴巴地望着小蓝旺姬,好不好吗? 蓝战。 好。 小蓝旺姬垂下脑袋,朝着眼睛放光的魏无羡, 抿嘴微笑。 两人手牵着手,找了家吃早饭的地方后, 小蓝旺姬被不同于姑苏的美食吸引住了。 但还是没有忘记,不久前才答应魏无羡的早饭选项, 魏哥哥不是吃包子和豆腐,豆腐,杂烩。 魏无羡笑眯眯地补充, 然后问道,蓝战要和我吃一样的吗? 嗯。 小蓝旺姬点着头应声, 我和魏哥哥吃一样的。 这样也好,我就不用和蓝战分了。 魏无羡拖着腮想着许久不吃的美味, 一边想着,也不知道蓝战想不想学这个。 二位的包子和豆腐杂烩,请慢用。 小二满脸笑容,点头哈腰地送上了早饭后, 小蓝旺姬和魏无羡都沉浸在难得的美味中。 一时间,饭桌上竟没有人说话。 吃完了早饭后, 魏无羡拉着小蓝旺姬懒洋洋地逛着集市。 只是无论是小蓝旺姬去往了那家的摊位, 都有主人送上一句生辰快乐。 这个也是为哥哥给我准备的吗? 小蓝旺姬在第一次听到时, 就红着脸扭扭捏捏地问魏无羡。 是也不是。 魏无羡看着小蓝旺姬红扑扑的脸, 好心情地解惑道, 今天的像你这么大的小孩都可以听到这么一句话, 不是只有蓝战一个人哦。 哦,那,不过确实是我给蓝战的礼物之一, 开心吗? 开心。 魏无羡揉了揉小蓝旺姬的脑袋, 灌久是满眼都是幸福, 那最好了, 我们一会去划船吧蓝战, 这个时节虽然莲花都谢了, 但是还有船可以划。 是要游湖吗? 我们昨天来的那个吗? 小蓝旺姬好奇道, 有道理,那就不去了, 你去找思追和景仪他们玩一玩, 晚上魏哥哥要给你个惊喜。 魏无羡垂了下自己手, 决定了小蓝旺姬下午的行程。 魏哥哥下午不陪我吗? 小蓝旺姬拎着刚刚买的粒子糕, 有些不高兴, 可没低头的魏无羡压根没看见, 对啊, 我下午要去, 啊没什么。 你去找他们两个玩吗? 你们之前不是也玩得很好。 沿着街块逛到尽头的时候, 魏无羡的手里, 已经塞满了小蓝旺姬的心爱之物。 蓝战我们去吃午饭吧, 我累了。 还有一点点没有看, 但是很显然, 下午不陪着小蓝旺姬的魏无羡, 并没有特权。 在与小蓝旺姬对视失败之后, 魏无羡叹了口气, 去看吧。